我小的时候看过《上海滩》 但是我因为太小了 所以我的印象里面就是 一堆江湖上的打打杀杀吧 但是我今天看到各位老师的演艺 在工作之余 我想回味一下这部经典 我跟何宇比较相反 他眼里看到的是打打杀杀 然后在我眼里 我看到《上海滩》 就是一场很极致的浪漫 然后今天看到赵雅芝老师 最后就是延续了他的结局 想问一下这个结局 是你想象中的吗 就是在两位新许文强和新冯澄澄 演的这一段集之前呢 我特意就是希望有一场是 新电影场戏去为他们铺牌一下 等于说希望能够替他们抛尊引玉 我来评评小婷吧 我跟她有合作过 她完全没有给我们的气势压住 我刚才在看她演 虽然你没有肢解那种温柔 可是不一定要有温柔 你演的就是你 OK 其实其他的我真的觉得你没太大的问题 对 我挺喜欢你的 谢谢洪姐 男生有一点生硬 完全没有放开 我就觉得你可能是想去 根据周运发的演出吧 太常模仿他的那种冷啊 很有型啊这种 可是你的外形不是 以后你们都不要去演一个角色 人家有曾经演过的 你尝试用新的路去演 可能你会比他更好 好 谢谢 我觉得我选他那么受 虽然我想抛开发歌的过去的形象 但是呢我选的 我看他的那个这个演员 我觉得他可以演到那些深沉啊 有内敛的那种性格啊 我就选了柯玉 你拍戏拍了多久 没有拍过戏 没拍过戏啊 是的 没拍过那就不一样了 前段还比较好一点 那后面有点可能撑不下去啊 就有点垮那个戏 我刚进这个行业 就是对很多东西 都还没有建立起初步的概念 我是真的需要学习 他们因为拿的剧本 非常时间很短嘛 真的是压力很大 我也替他们担心 对 我们那时候拍戏 因为也是拍上海滩 那时候是边拍就要边播出来 对 所以有时因为剧情呢 就会有些改变 那新写的剧本就会 飞夜 飞夜 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是要必须在 更短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去到现场 就马上就要拍了 在今天拍给他们剧本的时候 是把两场重要的戏都加在一起 变成一场 真的不简单 我觉得其实两人的戏其实是很难演的 因为观众就赚注在你们两个 但我没有看到你们是很爱 这个是重点 这个是重点 因为你这个是爱情片 还有是离别的了 对 其实你们两个都非常的纠结啊 心疼啊很复杂的心情 但我没有看到你们 小婷是 可能是我个人的要求 我觉得你哭的时候好像笑 是 这个怎么办啊 你要练习 就是我一咧嘴 我嘴角就往上 我也觉得我哭像笑 刚才就跳 跳戏 你在旁边那边 本来都已经很伤心的感觉 但是你要一哭 我就 就觉得你好像很开心的 这样 好 你看着镜子 去找自己 最适合的那个 所有的表情 都是肌肉去控制的 你要控制到每个肌肉 都听你的话 好 其实我妈妈也是 雅芝老师的超级粉丝 当然我也是 然后我带来了 老师当时拍 这个戏的一些剧照 是 替我谢谢她 有很多事情是环境造成的 可是有的人呢 你只要看她一眼 就已经够了 演员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吧 会被一些她拍过的戏 的角色套以了光环 我非常感恩 非常非常感谢跟我以前一起合作 拍那么多好剧的一些 好同事 好工作人员 非常非常感恩 非常 很多回忆 很多回忆 其实我也有一些 关于当年的资料 我也给大家看看 那个是 我那个时候我家里人 可能我父母留下来了 是你的照片 冯澄澄 对 因为这个照片是一个泰国的 娱乐杂志的封面 你看那个戏 当年真的是封摸整个东南亚 因为上海滩这部剧呢 除了电视剧受欢迎以外呢 它的主题曲 全世界的华人都喜欢 到现在还是那么流行 那上海滩里面呢 有两句歌词 就说 浪奔浪流 那时候因为我们拍这个戏 是在香港 那没有机会真的去上海拍 我印象中上海滩就是 哇那个浪啊 哇就是 哦真的以为很大浪 对对对很汹涌 嗯 结果我真的到上海那时候 我走去那个江边一看 我看见那个江面呢 是非常平静 一点浪都没有的 问问我们几位监制老师了 他们手上可是有红白卡的 小婷 小婷 我觉得 呃 单这一个 剧 我觉得你 让我给你一个红卡 我挺满意你的表现 别骄傲啊 就很开心啊 啊 当然就是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鼓励 我觉得也不是肯定 啊 因为 我觉得这次的呈现 可以更好吧 啊 啊 所以就希望说后面可以跟他 学习更多东西 晚上你来 我 对 因为对没有演过戏的你啊 我觉得应该鼓励鼓励一下 因为如果我是第一次演戏 可以演到好像你刚才的这样 已经很厉害了 继续努力 我觉得还很开心 我希望下个阶段 我会更对无限超一半有信心 我们最后的一场演出结束了 那第一环节的八个作品 全部结束